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但有很多的挂虑 也不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 就是凡事都要祷告祈求和感谢 对上帝有什么更新的认识 就是神所赐的平安 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 我的想法是 在真言的第四章有讲到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既然一生的果效都是由我们的心发出 那么如何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自然是格外重要的课题 我们要如何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呢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解答 就是依靠神 因为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问题的重点 我们又要如何得到神所赐的平安呢 解答就是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是不是很简单呢 答案是 并没有 事实上 有很多的经督徒并不祷告 祈求和感谢 这个问题 不用斜眼看别人 反求诸己就好了 我自己就是曾经疏于祷告的 但是在今年的二十一天 进食为国祷告之后 事情开始有了改变 那么我曾经听过一次 刘群茂牧师的信息分享 他在有关祷告的信息中比喻 祷告就好像我们在职场上写的千层 或是企划案 有没有什么公司行好的老板 是只要你上千层就批准的呢 大概是不容易 但是基督徒的祷告 却是只要上千层 老板就批准 神应许我们 只要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的平安 就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也就是说 神必垂听 也必赐我们平安 重点就在于我们自己 是否能相信祷告的大人 说到这边 让我想起有一首诗歌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你的手 祷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捕平 是列国会向你 弟兄姐妹们 祷告的力量 可以改变 我手所不能做的事 包括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铺平 列国归向神 神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回应我们的祷告 过去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今天经文当中的重点 就是凡事都要祷告 祈求和感谢 没有关系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现在就有一个优惠方案 可以改变自己 那就是参加RPG的祷告 第一轮的感谢 第二轮的祷告 再加上第三轮的祈求 将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让你三个愿望 一次满足 Perfect 更何况 圣经中也明明白白地 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 有两个人 在地上 同心合意地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的中间 还没有开始 RPG的弟兄姐妹们 现在就开始 改变世界吧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应许 让孩子们知道 要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求主赐给孩子们 一无挂虑的心 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来寻求你的面 我的神 必照着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我们一切 所需用的都充足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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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